2019中国青少年儿童睡眠白皮书正式发布 说明了劳逸结合中的逸的作用 睡眠状况优的也就是80到100分的 青少年儿童中有70.3%可以在三小时内完成作业 而睡眠状况差的群体中间仅有14.9%的能在三小时内完成作业 睡眠状况好的孩子学习效率相对较高 所以作业用时也较短 本次调查数据也告诉我们 在众多因素中父母的晚睡习惯成为影响青少年儿童睡眠的第四大因素 此外家长当着孩子的面玩手机或电脑的频率 对青少年儿童的睡眠状况的影响也较为明显 这次调查发现作业时长 3C作品的使用 声光等睡眠环境成为影响青少年儿童睡眠状况的前三大因素 睡眠质量差的儿童有40.5%的会出现 神经衰弱或者抑郁 而睡眠状况优的这一比例仅为1.4% 对于孩子的睡眠守卫站 家长和孩子选择不同 家长通常会选择为孩子合理规划睡眠时间 来帮助孩子睡眠 但是孩子更希望父母通过放松心态 给他们减压 帮助他们睡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